我真的建议大家不要跟异性平凡聊天 尤其是已婚的 因为聊天会产生恋爱的错觉 你们聊天看似是在分享一些很正经的话题 今天吃什么呀 喜欢吃什么呀 我觉得这款胡辣汤特别好吃呀 今天这个事情很有趣呀 你说这不就是交朋友吗 不 这其实是在寻找共鸣 尤其是长时间平凡聊天 会让你们感觉和对方同频 这都是有心理学研究证明的 我以前视频也讲过 你们可以翻看一下 如果一个人你说一个点 他立马就能回应上 甚至你不用说什么他都能懂 你是不是就会上头 而且这样试试有回应的习惯 一旦养成你突然发现 你自己是结婚了 但是伴侣还没有人家懂你 你是不是就会产生落差了 你再一想 哎呀人家也是有伴侣的 也是一个已婚的 你俩是不能怎么样的 你是不是又失落了 再加上有一天他不再回应你 或者他和你分享的时候 你是不是又会纠结了 这种一会上头 一会试弄 患得患失的感觉 就会让你误以为 你是喜欢他的 所以聊天真的就是已婚人 是毁掉现在生活的开始 都长点心吧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朋友哪有那么容易交的 还没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 我和我一言